在昨天的中超第14轮,天津全界主场2比0击败的长春亚太,白鸣也来到了一分榜地区的位置,杨旭和正达罗为球队进球。 细心的球迷会发现,这场比赛,全界排出的外援阵容为全境原家帕托·莫德斯特在第67分钟的时候,才替换杨旭出场,并没有太出彩的表现,球段另外一名外援维特赛尔去哪了呢? 应该是在休假,但根据比利时媒体报道,维特赛尔即将转会至多特蒙德,报中超一万元将转会至德甲豪门。 体育图片报援引比利时国内媒体RTBS消息报道,维特赛尔即将转会到德甲豪门球队多特蒙德。 该媒体表示,维特赛尔将在当地时间周一付多特体检,而为了得到温特赛尔,多特直接支付2000万欧元,激活期卖断条款。 维特赛尔今年29岁,是全界和比利时国家队的主力主场,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背上,维特赛尔要先稳定。 相信这也是被多特盯上的重要原因,要知道,在重新运级的比利时能够打上主力,而且还是中超位置,能力可见一般。 虽然本赛季在中超进球和助攻都不多,但维特赛尔的传球成功率高达86.9%,是球队的绝对进攻核心。 第二个保利尼奥,维特赛尔与全界的合同,到2019年12月31日才到期,但维特赛尔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保利尼奥。 当初巴萨威雷能够得到保利尼奥,直接激活了满断条款。 不过,根据天津媒体报道,即便维特赛尔转会,也绝不会是2000万欧元的白菜价,此前的合同中却有2000万满断条款。 但全界已经对这个本进行了修补,虽然在中超正的多,但根据报道,维特赛尔万人想回到欧洲踢球,也意味着,如果回欧洲踢球,明星肯定会下调。 不管维特赛尔最终吃走顺流,至少,现在的中超外员,绝不是谁都能信任的,能力也已经得到了欧洲豪门的球队的认可,这是好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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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